圣贤中最会打仗的 向城门走去 他刻意和隋同们分开 混在一群喧哗的菜笼中 穿过了只有几名士兵把守的城门 向江边的码头走去 和隋同会合后 他静止走向了停在江边的一艘官船 守卫官船的士兵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 正要拦他 却被他手中的官牌下了一照 上面赫然写着左迁东御史五个大字 士兵立即退后行礼 心里嘀咕 这朝廷的三品大员怎么这副大伴 老头带着几位随从走上官船 官船随即离岸向长江中游开去 他站在船头看着洪都城 离自己越来越远 满脸愁笼地陷入了沉思 这个轻瘦的老头就是大明正德朝都察院三品左迁都御史 奉旨巡抚干难的王守仁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王阳明 说 也奇怪 为什么贵为朝廷特派员的王守仁 会如此小心翼翼 甚至是偷偷摸摸地前出洪都城呢 这要从他刚来江西时说起 王守仁在正德年间入世时 正讽全焉刘锦专权 他因为弹劾刘锦 被下放贵州农场挂之锻炼 正是这段穷乡僻壤的艰苦奋斗 让王守仁物参透了世间道理 也成为他日后形成自己心学思想基础 刘锦福法后 王守仁受到兵部尚书王群的赏识 一路官运亨通 升任京师督察院左迁都御史 被特派江西巡视 没想到王巡抚一来江西就傻了眼 用他的话说 这里简直就是一肥窝 整个江西到处都是战山为王的盗匪 当地官员没办法整治 也不相信新来的王守仁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虽然王巡抚看起来像个老是芭蕉的农民 但是却有超臣的军事天赋 搅起匪来 却可以用老坚军华来形容 他手下虽然只有衙门里的差役和几千民兵 但是半年之内 就连打带虎帝把江西境内的盗匪收拾得扶扶天蝎 而在这场江西剿匪的过程中 王守仁也看到了一个隐藏在背后的实力派 宁王朱陈豪 这位封闭在江西的王眼是江西盗匪的幕后支持者 他不仅想把江西控制在自己手里 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篡围 宁王暗中谋反的行踪被王守仁掌握 但是他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首先仅仅靠自己的怀疑 朝廷是不会调兵给自己 其次自己手里的那些兵维持治安都捉心见肘 要和宁王护卫应拼 无疑是以卵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此时的朝堂上 正得皇帝游山玩水玻璃朝政 实际掌握权力的宦官和内阁 已经被宁王买通 其实自己拿到证据 朝廷也不会轻易的发兵评判 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后 王守仁得出一个结论 只能等宁王彻底判断后 自己才能有理由调兵 而目前最好的办法 就是赶快逃出宏都 先保住性命再说 所以我们看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堂堂朝廷特派元王守仁 鬼鬼祟祟的逃出了宏都城 赶往临江府搬酒瓶 而在他出城不久 宁王就宣布反叛 准备进攻明朝的陪租南京 王守仁赶到临江府 找了两个得力帮手 临江之府戴德如和吉安之府吴文定 首先 这两位都有兵 更重要的是 他们是仅有的几位倾倒宁王叛乱 还没跑路的地方大臣 所以 带着两位名不见经传的知府大人 和把他们手底下的八千士兵 王守仁开始了孤独的平叛之路 有兵又有疆 可是宁王要攻击南京 而且兵力是王守仁的十倍 大家有一个普遍的担心 怎么打能赢 其他人似乎毫无头绪 而王守仁却胸有成竹地提出了他的意见 让宁王在宏都等十天 等朝廷的援兵到达 直接围成平叛 听了这话 大家一脸蒙圈 纷纷表示宁王又不是女儿子 怎么可能说疼你就等你 事实上 宁王真的等了他十天 这是王守仁再次发挥了他的军事天赋的结果 在王守仁起兵平叛的后不久 宁王的叛乱大本迎宏都街头 就出现了很多在夜间贴的各处的告示 内容很简单 却让宁王十分头疼 都督徐太率边军四万 刘辉率进军四万 干南王守仁 胡广亲亲各部 共十六万分进合计 速度平定叛乱 延误着军法从事 宁王看到这则吓死人的 军队调度 正在犹豫要不要这么快低进攻南京 与此同时 守卫在一位入城的人身上 搜到了一封书信 当宁王打来这封书信时 气得眼睛都绿了 李逝时 刘养正两位同志 你们最近干得很好 朝廷的封赏加倍 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劝宁王离开宏都 进攻南京 朝廷已经在沿湖埋伏了军队 事不宜迟 速速实施 这两位仁兄 是宁王身边的贴身谋士 关键时刻竟然投敌了 当宁王正在气头上 这两位谋士恰巧来访 他们不等宁王询问 就开门见山 殿下 此地不宜久留 应立刻进攻南京 宁王听吧 却只往头上涌 好小子 你俩真叛变了 你没猜错 以上行为的导演 确实是王守仁 书信是他让人带进去的 布告是他做的 布告上的内容 除了人名 其他纯属虚构 王守仁就是废了点笔目 就用连环记 让宁王彻底放弃了 进攻南京 一直在宏都城巨手 更是借宁王的手 收拾了他自己的两位谋士 真是一件双雕佩服佩服 让宁王在宏都乖乖等他后 王守仁就发布紧急文书 到各地调兵 在短短十天之内 他就拿到了七八万士兵 正式发兵宏都 宁王等了十天 别说十六万大军 十六个都没有 才发现自己上大了 气急败坏的宁王率军进攻安庆 但是聚守安庆的两位知府也不含糊 把宁王派来劝墙的人 堕碎了扔出去 而守城的时候也拼死抵抗 叛军攻击 安庆的计划被迫终止 而王守仁的大军也到达了宁王的老巢洪都 逃出洪都城的王守仁又回来了 这时候的他要为一个月前的狼狈逃跑彻底翻案 进攻安庆不利的宁王 听说老巢被攻击 火急火燎的往回赶 而王守仁也在攻取洪珠后 和宁王在鄱阳湖相聚 这是在明朝建立前卓元璋和陈有亮的决战后 第二次鄱阳湖大战 和上一次一样 这次鄱阳湖之战 也关乎着整个明朝的命运 在这场书生军世家和流氓王爷的对话中 王守仁显然是战上风的 他派兵大晚上骑袭宁王迎战 使其伤亡两千多人 而在白田的水战中 宁王的战船发挥优势 让王守仁备受损失 而就在这势均力敌的时刻 一个古老而经典的战术 铁索连船再一次出现了 而他使用者就是宁王 为了让战船在湖上能更稳健 宁王下令拿铁锁把战船连在一起 话说明朝中后期三观演义 应该早就出版了 可是怎么还有人这么不长记性 宁王作为王爷可能没读过 但是王守仁作为优秀的读书人 肯定是读过的 所以这场战争的结果同样没有悬念 王守仁真的用了火攻 宁王的八万人马爷被烧了个干净 宁王没有草操那么幸运 全军覆没的他 乖乖地做了王守仁的俘虏 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输给了拥有超强军事天赋的书生王守仁 一个月前 这个老头孤身一人逃脱了宁王的控制 他的许多战友死在了判断前夕 而一个月后在没有中央资助 没有粮草的情况下 书生王守仁靠着临时拉来的几万人 打败了准备多年有钱有兵的判断王爷 这是何等的举世之功 这是不同于他以往温文尔雅形象的一次表演 也为他带来了除思想家 文学家以外 有添上了一个荣耀古今的称号 最会打仗的圣贤 版权声明 文章联与网络 如亲权请联系责编投稿信箱 TG at W E I Z Y点CN 欢迎您原创投稿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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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